我们加拿大最大的电影院线 Cineplex 即将放映一部非常特别的电影 那么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 Big 大 描写了癌症病童 还有他们的家人跟医生 共同对抗病魔的历程 有痛哭流涕 也有大声的欢笑 可以说非常感人 那么Big的导演 我们华人都非常熟悉的 台湾导演魏德胜 跟片中主演的小童馨 专程从台湾来到多伦多 跟大家见面 那么这部片子到底有什么特别 连Cineplex都要争取来放映 那么今天起一年两天 我们就邀请魏德胜导演 还有小飞飞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哈喽 魏导 飞飞你好 你好 欢迎你们来 很荣幸请到你们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魏导 也就是说 你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么一部片子 那你片名为什么叫做大 为什么不是小 你希望传达给观众什么东西 应该说 我本来就很想要拍一部儿童电影 我觉得拍儿童电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后后来又访问过一个 曾经访问过一个骨癌节肢的孩子 然后他跟我聊一下 关于他癌症病房那些经历 我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在孩子的世界里面 他们看到的那些病痛 不如我们大人想象的那么可怕 那反而是绝对他来讲 是生活的日常那种感觉 我想要利用这些孩子们 这些最小最弱的这些病童 他们展现他们内心最强大的那个部分 所以反而就是把逆转 把那个最小最弱的变成是Big 的这个概念 所以才用Big这个当作片名这样 对那你希望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其实我一直 因为乐观是乐观 可是现实还是残酷嘛 对不对 可是这些孩子 他那么小那么弱 可是在面对他们生命的问题 他们每天却积极的在奋战 我们跟他比较起来 我们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不要再抱怨生活 不要再抱怨那么一大堆 我们觉得我们是夺么的幸运 对 是是是 菲菲 今年几年级 六年级 六年级 有一点咳嗽 来到加拿大不适应 没关系 咳嗽一点没关系 你从拍片里面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 让你最难忘的这个人事物 可以跟我们分享 就是在电影里面 有一场很难忘的戏 这个呢就是 有一场戏要剪头发 对 就是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 因为那个头发是 我留了九年 真的头发 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忘的 是 那你当初剪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很舍不得 其实还好 真的 OK 导演拍片凶不凶啊 嗯 完全不凶 真的 对 那你会不会拍很多次 嗯 还是一次过 嗯 不太可能一次过 是 就是呃 没关系 没啥 也没有到很多次啦 是是是 是 OK 那么你觉得你从这个拍电影里面 你学到什么东西 呃 我觉得在整部戏感觉 呃 呃 更珍惜生命 是是是是你可以接触到其他的那些生病的小朋友 啊 从你们小朋友的这个眼睛里面来看 就像魏导说的啊 完全不一样 对 导演 我们常常就说是哎呀 你要给这个观众朋友带来什么东西 你想要传达什么讯息 那我想请问你就是你自己拍这个电影 你得到了什么 其实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是我最最困难的时候 应该说我自己 我自己在大概2019年就开始筹备 本来要做的一个大计划 叫台湾三部曲的计划 那筹备了两年 准备正式要开拍了 但是在2021年准备要开拍前两个月 就疫情大爆发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的 我是非常的痛苦 因为所有的资金链全断 然后又负债累累 然后又要解散所有的员工 因为那时候真的看不到终点在哪里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真的 很负能量很大啦 甚至快想不开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必须转移注意力 去写这个 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写的时候我又哭又笑 又哭又笑 我被自己写的故事给治疗了 治愈了 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它拍出来吧 那但是我很想要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会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就想到这些孩子 他们面临生命的最大难题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克服 那我为什么要受捆绑在那么很多现实的 那个钱的压力啊 或者是人的负面的评论的那种压力啊 所以我就算了 反正你讲你的 然后负债也是慢慢还就还是可以还得完这样 所以就不管那么多了这样 结果这部片拍成了以后 大家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非常不文艺 谢谢 很好很好 菲菲 你拍了这个片子以后 我相信你对这个电影一定很有兴趣 你未来想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长大想要当演员 真的吗 对 OK 你很喜欢演戏 对 你觉得你在电影里面演的好不好 嗯 还可以 还可以 你已经得到了这个台北电影节的这个最佳新人奖 你11岁哦 击败了很多大姐姐啊 支持你好不好 未来朝着你自己的梦想去前进 对 那么为了我们时间的关系也不能说太多 那我知道我们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院线Cineplex 就是要播这个电影 而且有一家电影院是从来没有播英文以外的电影 你们这是第一部 就是说你对这个 你们的这个电影Big在加拿大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期待 我们这边是多元文化很多不同的主意 是 因为我觉得这种 台湾的电影要走出台湾 本来就已经很困难了 特别是要在北美加拿大这边放映 基本上是南上加南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上映 其实一折以喜一折以忧啦 高兴当然是我们终于突破了这个地区的限制 然后担心的还是说 这样的题材到底要怎么去行销 让更多人知道说 这是一部没有在分地区的 是不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亲情的 亲子的问题的 跟生命讨论的关系的 怎么去行销让更多人知道说 这部电影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 很悲苦的 很怎么样 没有它是一部有笑有泪又有希望的电影 就是很希望传达这个讯息给大家这样 是 对因为我自己也看了这部电影 也是就像您说的有笑有泪 然后旁边准备了一盒面子 真的是很感人 我相信所有天下父母心 还有孩子面对病魔 在整个家庭 整个医疗团队的治疗之下呢 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截居 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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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威导 谢谢你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明天我们再访问你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那么Big定于11月1号开始 在我们加拿大Cineplex院线上映 大家不要错过